首先呢,我们在容器里,将蚊香给掰断放进去 然后在里面,倒入开水 将它浸泡20分钟 浸泡完成之后呢,我们拿出一个木棍 将蚊香给捣碎 然后就可以看一下它的妙用了 并无疑,我们可以将它放在床边,起到了一个虚纹的作用 因为呢,现在气温越来越高,是蚊子大得凡时的时候了 很多朋友都会点上蚊香 但是呢,气味还觉得自己受不了 这个时候,我们将它泡进清水里 也可以达到虚纹的目的 而且呢,不会善发出很刺鼻的气味 而蚊香中还含有粗粗菊水的测泡 上个座就可以达到虚纹的目的了 要用二,浇花 很多人的家里呢,会养殖一些绿石 用来浇花工具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 蚊香泡过的水进行 它下花草了 因为蚊香里面,还有一种叫做氨基甲酸水的成分 可以给我们的植物提供充足的养分 使它们能够得上成长 而且呢,叶子会变得绿油油的 蚊香泡,我们可以将它倒进下水道里 我们都知道下水道 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非常容易反味 而且呢,里面时不时的也会有小黑虫的出现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蚊香水中滴入几地放入镜 然后将它一同倒进下水道里 蚊骨精中的香香成分可以很好的去除里面的异味 而蚊香水呢,可以有效的撒持小肥虫的卵 让它们不再吃上 如果大家家里的下水道 遇见了这样的问题,不妨来试试看哦 只需要倒进一碗它 保证整个夏天不会再出现反味和小肥虫的情况啦